全民探世界美食地圖 本期节目我们将会潜望顺德大良探尋美食 在游乐园打卡一间环境和菜品 都充满历史情怀的餐厅 古典的咸煎饼 这个和我的脸一样大 再去探訪一间被誉为 餐饮名厨摇嵐的百年老店 上面的就是野鸡丸 什么丸 我们两个好像第一次来信德 更多美食推介 请锁定珠江频道全民探世界 vista的时候 关于他的探志 等於需要的 我必须是从每个下位置 都是西军的 是 الا在 这法国上就在 我一感觉 我们配上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些情懷 不過一進來,最吸引眼球的是甚麼 甚麼 就是這艘大漁船 這艘大漁船有18米長 其實舊底市大家也在船上生活 不過現在你真的猜不到 怎樣 這艘大漁船停了上岸後 已經變成了特產檔和收銀台 變成前面有蠟肉、魚缸 還有米酒 這艘大漁船不用看前面 看看你右邊就知道了 這個造型就是舊底市的彈家木屋 你知道以前彈家人在水上生活 基本上作息和生活、捕魚都在船上 不過後來經濟發展上岸 就做出了這艘彈家木屋 兩層的結構 下面那層好像現在這樣 你看看,買小特產,做小商店 上面那層就厲害了 拿來生活幾個人、幾個制 很棒,這裡是蠟肉 蠟肉吧 蠟腸 蠟腸吧 來,拿回去,開始 記得付錢 寶兒,你這棵是甚麼 甚麼時候不知道 大融樹 基本上在順德每一條村 都有幾棵這樣的大融樹 舊底市的村民喜歡在榕樹下 即是涼快 所以這棵樹也完美地 呈現了這種情懷 林丹子,看遠一點 貴州市場是這棵樹 看看那邊 綠嬸靚湯也是這棵樹 你也沒說不經典 重現歷史就感覺到 重現味道呢 為甚麼可以留著這份味道 只說是沒用的 一定要試過才知道 我訂了一個漂亮的位置 那位置一直吃東西 一直看著摩天龍 這麼浪漫? 可惜 怎樣?可惜你還有一個男人 對吧 我們今天由早吃到晚 是 第一餐,我們一中兩見 請來了一個很好的朋友 來幫我們準備和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天月集團出品部的副總監 我們在街角 街角,厲害 大家好… 謝謝你準備了這麼多東西給我們 好,難得你們這麼早起床 試試吧 現在真的很少可以喝早茶 因為你睡得晚了,對吧 但我真的不知道 豬肉婆原來現在有早茶 對,我以為一直吃菜 7月1日開始,我們打造一個早茶 節假是早一點,9時 其他時間,我們就10時開始 好,這個時間很棒 適合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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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雞肉,準備了這麼多東西 甚麼都想吃,但從甚麼吃起好 先來一個我們再古典的鹹煎餅 這個跟我的臉一樣大 很棒 我不知道能否收到音 但現場聽真的很震口 很脆 先嘗嘗 看看這裡的主題 留著味道,看看是否小時候 真的有點小的味道 真的跟小時候吃的一模一樣 是否有點藍魚的味道 對… 很好吃 而且它吃到旁邊的味道 是有口感的 但這裡的薄身位是很脆的 很脆的 鹹煎餅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有甚麼難度在裡面 要做得好吃 難度就是它開麵 或是老師傅做的 鹹煎,阿佳對著我說 你也看不到她的樣子有多招職 老師傅做才行 老師傅做才行 我看到還有很多點心 都是我們老港一定會點心 一中兩下 對,我想嘗嘗腸粉 你嘗嘗腸粉 我們用舊米來磨 先嘗嘗 來 你真是懂得吃 剛才強調了是用老米 為甚麼呢 本身米是發酵的 做出來之後 它是獨特的米 高溫之後它會香 而且有黏性夠強 打牙 爽口 好吃 還有甚麼呢 我看見這鍋是湯 這鍋是豬頭湯 讓我拍一點 你們先嘗嘗吧 很濃郁的湯 它的胡椒味很香 它的胡椒味特別香 今天早上的原材料 煮了四個小時 所以我們這麼晚才可以買 原材料就在我們眼前 其實也有很多材料 而且我很記得你約 他喜歡吃… 我喜歡吃湯汁 笑死了 但這個湯汁給我一種很驚喜 就是很小火煮完湯之後 豬肚還可以保持這麼英俊的樣子 夾起來是有… 有彈手 豬頭很爽 完全想不到它是煮完湯出來的 我還以為是在這裡送 為甚麼可以做得這麼爽口 又這麼濃郁的味道 比豬頭來熬的 所以煮出了它的味道 也是很彈手 那我們還要試這道魚 花椒,精筍鶴魚 這是青麻椒嗎 青花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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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油很香 很香 真的有花椒味在裡面 下午才吃會覺得很清爽 而且我看到上面放了些筍 有甚麼解救 這不是鎖你 你猜是甚麼 很脆 很辣,是薑 對… 這條薑是為了我們做花椒油 第一,配色 第二,有人喜歡吃炸完薑 也有回味,清香在口裡 有創意,有設計 有創意,還有… 好吃… 特別,這個讚… 很棒 嘗到這麼多了 嘗嘗濃郁一點 濃郁的甚麼 我們家鄉的東西 嘗嘗豬腳薑 十全大寶豬腳薑 聽聞李若兄弟很喜歡吃豬腳薑 超愛吃豬腳薑 你吃了這麼多年 豬腳薑的經驗 第一塊一定是你吃的 快點… 感覺如何… 這個醋很甜 嘗嘗嘗豬腳薑 基本上不用咬 一口就融在裡面 而且我很害怕它很酸 但一點都不酸 有些人怕吃豬腳薑 因為它太酸 但我覺得這個甜醋 就是90%的人群適合 本來我們叫烏醋 和薑一起煮 煮出薑的 你知道了 現在是時候吃薑 冬吃蘿蔔 吃薑 吃薑 配上豬腳薑 證明是真的 廣州很少吃到烏醋做的豬腳薑 其實烏醋可以通過血管 因為粗 粗就是有功效 用腦的人太多了 全部都是用腦的,對吧 那我要吃多一點 那我可能不用吃那麼多 這鍋豬肉當然要留給你了 其實我平時去喝茶 我必點一定要點一碗粥 我這裡是新品種 這些有鯨魚骨煎口 有鹹蛋的 加了菜心 為何這裡有鹹蛋 鹹蛋是特別熱滋味的 所以現在這裡 鹹蛋吃到會有回甘 會想追食的感覺 是很鮮甜的 而且有時候我會很少點魚粥 我怕有骨 但煎過的是直接沒有骨 好吃 再一次感謝佳哥 準備了這麼多有特色的菜 給我們 特別是你們這裡才有的創意菜 好像我很喜歡這個豬腳 你也很喜歡煲湯 很喜歡煲湯 我很喜歡煲湯 我喜歡煲湯渣,對吧 即是以後吃飯叫定你 我們喝湯,你喝湯渣,對吧 我絕對沒問題 對,好,在這裡 再次感謝佳哥 帶我們這麼好的一中兩見 完成我們這個早茶 謝謝佳哥 謝謝 謝謝 我們自力將節目打造為你的出遊指南 全民攀世界,帶你玩全世界 我們穿街走行,為你尋找特色美食 是你捉的,很新甜 我們上天下海,為你發掘好玩項目 我們用鏡頭,帶你看春花上冬雪 你看雪山的地址 很連千超雪,更多出遊推介 留意珠江頻道每週三晚 10點播出的全民攤世界 快點,在等你 甚麼?你約 我上一餐都沒吃完 還沒消化 神神化化的人去哪裡 甚麼神神化化 現在你是否相信我,拜託 我說了,今天的主題是甚麼 重現歷史 我的歷史分數也不是很低 每次的歷史又怎樣 又真的看不出你的歷史 不過坦白說,這間店 你只是十隻手指頭也算不上 因為它的歷史有足100年 而且它跟順德塞息息相關 它是名廚的搖籃 順德十大名廚,夠厲害嗎 你約你出色了 我告訴你,全部出自這間店 我說話就吃它吧… 等等吧 好了,走了… 你選這間 走了… 鳳城酒家 好棒 今天來到我們 由早吃到晚的第二站鳳城酒家 剛才跟你說了 是 順德十大名廚,都是出自這樹 今天呢 厲害 請來其中一位 很厲害,很厲害 豬肉店的行政總廚 我們的馮少廣廣告 大家好… 我是豬肉店的行政總廚 馮少廣 是 準備了一間圍菜給我們 介紹一下 好… 先介紹我們的風生水 魚生,順德魚生 一定要吃 順德一定要吃 不是 撈起… 風生水 先試試 好… 這條是芋頭絲嗎 加芋頭絲 加芋頭絲 我之前吃的是不是攪芋絲 所以攪芋絲是否特別厚久 我之前吃的是攪蔥 加芋頭絲是增加它的口感 口感,脆一點… 脆一點 首先魚很爽口 然後配配菜一起吃 有洋蔥 然後有芋絲 也是很爽口的東西 咀下去很爽 然後油特別香 你有沒有發覺有一點檸檬 清香的味道 是不是要加檸檬絲 檸檬絲 這個顏色的 對… 有些東南亞的風味 你覺得吃得很好吃 應該說笑 本來你剛才不是說飽嗎 現在又這麼開玩笑 現在很恐怖 因為太好吃了 我看到魚生 和旁邊一直吸引的木剛 我們先喝湯 有湯 有湯 這個金線念 清熱解讀潤厚 對於我們常常用口說話 對 這個湯很清 因為我一般怕是用老鴨來煮湯 燉湯 會有很多油 這個油不會 是否已經撕開了油 剝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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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道工序已經很累了 好,我覺得 好,飛不及待到燒鵝 燒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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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醬汁我們要另外蘸 醬汁要蘸 如果你吃這道肉 吃的叫原味 就是先吃兩個口感 一個是原味,一個是蘸醬汁 嘗一下… 嘗一下… 皮很爽脆 好像薯片一樣 而且我們女生吃燒鵝 我很怕肥 但我不是很肥膩 很棒 我比我特製的皮膚 皮疙瘩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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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小時做好 這個讚… 好,接著是這個蝦 這個蝦 很大隻 蝦膏很飽滿 怎麼做得這麼爽口 把蝦剪掉,開肚子 然後慢慢燒鵝 也很考功夫 我覺得粵菜的內卷之王 也可以說得上順德菜 所以十大名廚 不是凶月內蜂 那我看到這個是什麼 裡面的就是炒牛奶 炒牛奶?我真的沒吃過 而且它面上還有些蝦仁 還有這個是火腿肝還是… 辣味 辣味? 火肝蝦仁 嘗一下 那個風味很有層次 一放進口是牛奶的爽滑 接著著著著著著著 臘味的鹹味出來 然後中和了牛奶的口感 對… 口感很豐富 外面那裡是野駕園 東地的一個名祖 一層是肥肉,一層是瘦肉 有些藍味的味道 有些藍色的味道 有些酒香味 還有油脂在游出 有那種油香味 在口感中 即是你不說不知 如果師傅沒有說這道菜 來得如何 我也不知道是甚麼 沒錯… 很有趣 這個柚皮也代表我們純德的 鱔頭產品 柚皮實在覺得很怕人吃 怕人吃,很苦 雖然家長們也在說 很有營養、健康 是 先試試 聞起來是甜甜的 我以為我在吃南瓜 你吃其他東西,很軟面 很軟的 炆得很滋潤 先試試… 軟的 是嗎 不是撈柚皮 還不錯,真的不是開玩笑 如果剛才上來,阿廣哥不介紹給我 我自己夾著吃 真的想不到是撈柚皮 是有南瓜的感覺 改觀了我對撈柚皮 我也是,媽媽 你做的撈柚皮 如果不苦,像廣哥做的這個 就可以了 你做的那些… 媽媽說,臭小子 帶我來廣哥吃飯就可以了 真的嗎 我煮得出,就不是你媽媽 是純德名廚 十大名廚之一 好吃 這個魚… 寶兒,有否覺得似曾相識 是 跟我們早茶的時候那條 養總食八甲 跟今早的那條不同 這個是酸酸的 適合這間師的季節 太熱了 你別開玩笑,真是這麼熱的天氣 真的想多喝兩大酸酸的東西 而且非常開胃 因為夏天吃雨 真的做酸湯 女生吃會更加喜歡 因為不會太肥膩 而且直接可以酸辣開胃 這道菜真是煞飯了 這是甚麼說法?煞飯 就是煞飯了 消滅了飯 煞飯 煞飯 來,嘗嘗這個生抽包 生菜包來了 這個重點 這個轉用辣椒是絕配 我覺得很…很新奇 因為我每次吃都是瘦肉 或是肉碎 這個是蜆肉 蜆肉,加辣味 改寫了生菜包的傳統印象 這個好吃了 剛才剛才說的,用瘦肉的 是… 嘗嘗嘗嘗嘗嘗 加了蜆肉 中間的很跳皮,突然有兩口 彈出來的東西很過人 而且我覺得蜆肉 真的比我有種很新鮮的感覺 平日吃的豬肉多,有點悶 但吃這種蜆肉的加辣味 口感很棒 加了蒜蓉辣椒醬 我認同廣哥所說的,絕快 那這道菜是甚麼 這是粉 對 這是假燒豆腰 再加一口 給我們一個蜆肉 這個蜆肉 這個蜆肉很大顆 入口之後很香 包著你的口 用了甚麼那麼香 這個醬汁在口感上有點濃郁 對,很濃郁,不是開玩笑 你不覺得你在吃普通的粉 對 好像很多精華包著粉條在口裡 又涼又開又開 這好像沒理會這麼快 只不過整個味道真的很香 他們的湯可能就是豬骨湯 一個湯粉 但這個一吃下去 吃完後,整個口腔都是油脂 好像在口腔裡很香 所以我覺得醬汁… 用高湯 用高湯… 平平無奇,但裡面暗藏了很多 我覺得是否用海鮮來煮湯 有…裡面有海鮮的 難怪這麼鮮味 其實主打就是湯底 湯底… 對,不要煮湯 這個簡直幫你想想 你覺得吃不夠吧 你怎麼煮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當作是主食 對,可以 一碗足夠了 好,一定要再一次給掌聲 讓我們順德十大名處之一 謝謝廣哥 謝謝廣哥… 認證 品嘗如的一間風味菜 湯爺帶著我們來到潘漁人 家餘戶曉的枝竹樓 一間酒樓做足十三年 一定有他的個人之處 謝謝廣哥,帶我們來歎世界 潘漁美食地堂 雖然是廣州人 但真的很少來這裡吃東西 你沒聽過 但我知道蜘竹樓其實在潘漁 是相當出名的 別問我為甚麼 因為我自己也是支持者 蜘竹樓吃甚麼,廣哥 蜘竹樓其實是以竹底出名 還有…蜘竹樓不說你不知道 原來…油條 很多人就特地吃這個油炸鬼而來 這麼厲害 試過你就知道究竟有多厲害 這個時候是不是要叫老闆出來 當然叫 歡迎蜘哥 請蜘竹 那蜘哥當時為甚麼會想到 做這個蜘竹樓呢 其實首先是我喜歡吃 吃下心思思想吃一些順德菜 說了很多年 不如試一下吧 試一下…就… 就做了 不要說那麼多,不如我們進去試一下 一定有… 來…帶我們見識一下 好駛細糖 所有食魚專家之稱的蜘竹樓 以竹底火鍋聞名的它 地道的順德私房菜做得更加出彩 蜘竹樓品成順德原生態的 健康美食理念 質量第一的宗旨來到經營 在挖掘順德私房菜的基礎之上 進一步傳承和發揚 蔥料精造的拿手絕活 這個季節一定要來蜘竹樓 嘗一口鮮味 苦靈絲意美食地頭 擺到整桌面都很歡喜 難得龜爺過來 應該用來做一個風生水器 拌勻一起吃 是 怎麼樣?是否一起吃 對,一起吃 一起吃,好… 我想做一刻,現在拌勻完了嗎 可以了… 可以了 這個豐滿有三文魚 對,有純德魚生 很棒 鷹蝦子 鷹蝦子 各種的味道 在口腔裡面爆炸的感覺 它是釣出魚的鮮味 而且口感會更加好 聽說這裡的衛生標準 都很令顧客放心 去到A級 A級的衛生標準 即是… 鰻魚也不多,對吧 如果民營企業很少 最少有兩間… 然後哪間這麼夠膽 我要給你一分 兩間也是知道的 你真幽默,我一位大哥 有底氣才敢說 其實我認為 不好吃是一回事 因為每人要求都不通過 最少要維生安全 可以我先看看檯上 這個是什麼 麵包 我覺得麵包為何要配這個菜 立即變成智力啡 鷹爺,不如你試試吧 好,對嗎 不可以斯文,是嗎 不可以斯文 阿慧哥,這些是甚麼 包著他們 吃一瓶包,吃一瓶吧 阿君,你先說甚麼 很好吃… 我可以盡他 麵包來很好吃 很菜式 但很鹹 Honey,其實這是鹽 鹽焗的,其實是鹽焗大閘蟹 這些大閘蟹鋪著那塊是甚麼葉 紫松葉… 紫松葉很香 香… 我們先把腳、鉗… 鉗也要剪出來 鉗也要剪出來 然後是剝殼 整隻都是膏 真棒,你看,很漂亮 你看看,阿慧哥,這個最棒 你看,兩邊都這麼棒 很新鮮 很好吃 歸然,這招就是噴露仔 是嗎 你一定可以的 是… 找這個做出來 是,剪一下 如果我真的乾乾淨淨 空間有這麼多硬菜 是吧 有一樣東西,你看到它剪燒耳頭 屬於一種鴛鴦 鴛鴦 是,怎麼說鴛鴦呢 就是有一種濫郭 傳統的、純德、口味的一種濫郭 還有一些偏的… 一些村菜的辣味 配我這個陳村粉 你說是真的吸收了醬汁 很脆 本來陳村粉沒有味道,對嗎 陳村粉沒有味道 就是鹽花的醬汁滲進去 我覺得陳村粉很彈 陳村粉真是這麼好吃 服務員跟我說 其實很多的廣州街坊 在市區駕車過來吃 包括我也是其中之一 對,你是粉絲 對,我是粉絲 我現在才發現 我和你的交情這麼淺薄 平時生活中看到你 你也沒有跟我提過 韋哥、唱歌 我真的有一點點的疑問 請客吃飯的東西 即是鮑魚、海鮮、魚生、蝦生 絕對優秀 我覺得我受到尊重 這件事多謝 但是,為什麼桌面上有些油炸鬼 油炸鬼拿來招呼客人 龜爺,你真是有所不知 這裡的油炸鬼 和你在外面吃的油炸鬼 是完全不同的 是嗎 你有沒有發現它的體質 已經被你在外面看見的大 不要說那麼多 君君,我跟你,沒東西多點吃 真的沒得到 這裡… 你拿起手才叫… 你放開一下 好像你的眼鏡一樣 蓋上我的臉,油炸鬼很大 這裡的油炸鬼是雞竹樓的王牌 進來每一台都會叫 還有,不是有些人一早炸好了 你下訂單,它煎炸給你吃 離開,全部都是熱烈烈的 對,大家吃煎堆 經常說,嘩,吃煎堆 這個雞竹樓的煎堆很特別 韋哥研究了用新鮮的椰絲 一條絲的餡料 他了解了很多東西是老人家 凡是現在煎炸的東西 有很多老人家 但又怕又喜歡吃 花生捲著牙辣 我擠牙辣 我膽沒得到 細微之處見功夫 所以真是不容易 今天拍完芝叔樓的出份 唱歌的手勢 不止韋哥的心思 我真的覺得鼓掌 我得到大學 我會看到你 今天拍完芝叔 我會讓你拍完 一張小壁 的心思 當初 我會讓你聽到 前面 我會讓你拍完 要結束 太誇張 我會讓你拍完 你會讓你拍完